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 面前这棵 饱受摧残的 蛾形文心兰 这棵蛾形文心兰 现在是在泉水培当中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的蛾形文心兰 它开花的样子 但是由于它的花梗很长 叶子都往两边长 经常被我打翻 一开始的时候 是弄断它的花梗 我非常喜欢蛾形文心兰 但有一点就是因为 它的花梗太长 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它有40多公分长的花梗 现在看到它的花梗很短 那是为什么 那是我把它弄断过 说这棵蛾形文心兰 饱受摧残 我不单是把它的花梗 弄断 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弄断 并且一次又一次的把它打翻 那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它的花梗 这一节花梗 是它这个40多公分长的 花梗上面的中间一节 一开始 一开始把上面的 都是花包的一节弄断了 然后长出一个翠花梗 再被我把它弄断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又再长翠花梗 被我把上面的花包弄断了 这是花梗原本都不是很长 也要被我弄断 被我打翻 又把它种回去 又打翻又把它种回去 相当于是一次又一次 给它翻盆 它不但长势不好 反而根还没有适应 搞得它的根开始烂掉 最后一次打翻 是几个月以前 我都不记得了 刚才不是说了吗 相当于是一次又一次的翻盆 还没有覆盆 又把它弄翻 把烂根修掉 剩下的根就是以前的旧根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当时是这个头 都到了容器的底部 让它在里面进行水培 后来它又长小牙 又长根 小牙就是这个小牙 根就是这些新鲜的 都是新根 小牙慢慢的长大 然后就顶住容器的边缘 之后又把它往上移 往上移了 它也站不住 它也倒 然后用一个铝线 把它托住 旁边又把它绑起来 现在我手抓住它很稳当 小牙也长长了一些 长大了一些 中间这条花梗呢 当时它这个地方已经有花苞形成了 感觉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瓶里面 加了一些水 就这样子放着 当然它没有叶子 没有根 拿来营养 拿来光合作用 所以这个花苞 已经慢慢的干掉了 如果我不把这些花梗再弄断的话 这间端也有生长点 这里也有刺花梗 这下面也有生长点 这些都是生长点 这就是我觉得特别可惜的地方 把它这样子放着 只是给大家看看 是不是很可惜啊 刚才说它没有叶子 没有根 它根本没有营养 不会再讲了 只能这样子 跟大家分享完以后 就要把它扔掉了 叶子被我剪过 那就是因为太长了 剪短了一些 并不是因为生病剪掉的 一开始横着剪 我觉得不好看 然后就把它修了一下形状 大致这个样子 这颗鹅形文心蓝 是不是饱受摧残 我也太对不住它了 那鹅形文心蓝 在水培当中是硬吗 我是怎么水培的呢 其实啊 我也是第一次 把鹅形文心蓝拿来水培 它也是因为饱受摧残 没办法了 用水培来救治它 刚才有提到 一开始在容器底部的时候 这个头是到底了的 那那个水位呢 水位接触到它这个头 一直保持有一点点水在里面 我把整颗往上面上升 上升的同时 当然水位也得上升 它的根慢慢的自己就扎到水里面去了 就变成了水根 鹅形文心蓝好像比较适合水培 你看它的根直直的往下扎 直直的往水里面钻 鹅形文心蓝在水培当中 并不需要裸根 一开始是让它的根 接触到一点点水 然后它新长出来的根 自己往水里面扎 这就自己去适应了 就比较好了 非常简单 以前呢 用了一些木炭 树皮 水苔来种它 这些根是在里面长出来的 我觉得那种混合戒指 种鹅形文心蓝也不错 后面这些根干掉了 当然 一直有提到 饱受摧残 一次又一次的打翻 这些根就 伤到啊 干掉啊 死掉啊 鹅形文心蓝 比较适合湿润的环境 所以刚才有提到 不需要跟它裸根 只要它上面的球颈这一块 不接触到水 这些旧根 能够吸倒水 保持湿润 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摆放的位置呢 我就是摆在 阴凉通风的地方的 它 被我折腾成这个样子 根本就不能晒太阳了 它是有明亮的 闪色光 我说的阴凉 是不会很热的 不会被太阳 直接照射的 阴凉有闪色光的地方 好好的修养 说了摆放的位置 那就说 水培初期 水培初期 我是用了自来水 发生它的水 下降到很少 根接触到水的时候 我就赶紧跟它 加一点点水 到根部的二分之一水外 它有没有施肥呢 新根能够接触到下面的水的时候 我才开始跟它施的薄肥 然后把它移到去了 离窗户近一点的地方 光线更强一点的地方 因为有施肥 加上光线又比较强了 所以它里面的水很容易长 清胎了 也就是说 你看我这里面的水 你就知道 我是跟它施肥 也跟它增加了光度 施肥的方法 就是用兑好的肥料水 泡一两个小时 然后把肥料水倒掉 再加清水 非常简单 今天主要是分享 这颗饱受摧残的额心文心兰 用水培的方法救治 然后觉得它在水培当中 非常的适应 那我会继续让它水培下去 好吧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见解 可以在下面留言 一起分享 一起探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